董军帝 新角度观视界 综合此前报道 根据中方 俄罗斯 伊朗三国达成的共识 中俄一海上联合演习 将于12月27日至30日 在阿玛湾地区举行 作为此次演习中 性能最先进 东卫最大的主力舰 西林舰无一将会发挥挑大梁的作用 该舰单舰的防空战力 甚至超过目前伊朗海军水面战艇之河 一方面 对于西林舰的到来 伊朗海军可谓是表示出了极大诚意 从在西林舰进入恰巴哈尔港时 伊朗海军军舰官兵整齐战队 向西林号战坡致近 到岸上还有官兵守持中伊两国国旗 向西林号的全体官兵表示热烈欢迎 便可见一板 另一方面 我国海军派西林号参加 也是旨在深化三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合作 展示三方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与海上安全的良好意愿和能力 作为我国 继052C型驱逐舰后 又一种配备相控阵雷达 与垂直发射趋越防空导弹系统的 现代化防空驱逐舰 052D改用新型号的相控阵 形状趋近于正方形 没有346型相控阵的弧形外罩 而且面积也更大 由于液冷系统的冷却能力较大 加上天线正面加大 因此新相控阵的输出功率 与持续运作性能 优于346型来大 此外 052D还装备了我国第一款 通用冷热共用舰载垂直发射系统 共计64单元 可发射海洪旗9远程防空导弹 余发反潜导弹 以及英机18反舰导弹 在055型驱逐舰服役之前 052D是我国海军 现役舰艇中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 由于052D具有强大的火力 和电子对抗能力 以至于 乌加大楼认为 这才是真正的对手 作为伊朗自1979年 推翻巴列维王朝之后 40年来 首次与中俄举行的联合军演 伊朗扮演的角色毋庸置疑 特别是在伊朗与美国关系 激化的背景下 据悉 在中俄海军抵达后 伊俄中三国军演期间 将对军演区域内 任何具有间谍性质的目标 实施攻击 此外 位于福尔多的核工厂 也开始加速运行 西方表示 伊朗20%的浓缩油 是由该工厂提炼的 这使得西方十分担心 因为伊朗汲取浓度 接近90% 即可制造核武器 对此 西方曾多次提出 伊朗要关闭该工厂 然而屡遭拒绝 显然 此次演习 无疑将会再次加剧西方的担忧 董军帝只服务于爱军事的你 下期节目再见